舅舅 舅舅 舅舅舅 好像一个人在掐过脱子了 知道了每天又去 早日还 今晚也认为赦典 姐 你这么不信信 本王今天 也不能说 嗯 莫莫 背水沐浴 本王不喜欢看东西 在你心中 我到底算什么 在本王写中 你连条狗 狗不不不 明小姐 明小姐 请问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明小姐 当然可以 明小姐请问你 度文二十二世纪美容药精湿 请问你对心理研究 有什么想法吗 我对这次 不好了 王妃调皮了 真是 你就替我让下去 明小姐 明小姐 明小姐你怎么了 明小姐 明小姐 快点快点 听说王妃跳虎了 小姐你怎么了 你不要死呀 你不要扔下我一个人 小姐 哭什么哭 这是晦气 死也不选个地方死 先别死在我王府 王爷说了 赶紧拖出去埋了 不要不要 我求求你救救他吧 我家小姐还没有死 我求求你救救他吧 发生什么事了 我家小姐 我家小姐跳虎了 我去找王爷 既然大夫看过了 就早点拖出去埋了吧 住手 小姐 这是哪里 我脑子里 怎么会有另一个人的记忆 我是死了吗 怎么起来了 我怎么会在这里 救救我 这样你就替我活下去 这是 出灭了 不好了 娘娘失变了 吵什么吵 什么失变 没见过活人 娘娘 扶我起来 娘娘 这是死了 怎么 我醒了 你不高兴 没有没有 老奴这就去禀告王爷 扶我回去 进来让我喝 请你这样证悟自己的王妃 锦儿 在 去帮我拿个镜子过来 是 我倒是要看看这明月 能有多串 娘娘 镜子 到底长什么样子呀 太丑了吧 难怪 算了 我还是想想怎么回去吧 如果是在现代就好 这里 这里 这不是我自己研制的 可以用于这样火中的药吗 这还可以只有脸上的濾素 这不是我研制的八千素吗 我刚才只是一能力度 这个 不会吧 换我的实验室 也跟着穿越了吧 有了你 伤疤我就不怕了 马上变美吧 完美 王爷 开门 王妃这在沐浴 您不能进去 你以为本王稀罕了这个地方 本王是看看这个丑东西 有没有死长 锦儿 告诉王爷 夜深了 本王非累了 树不见客 本王是来警告你 本王明日取柔 你最好老是待着 要是让本王知道你搞破坏 本王有你好看 你放心 老娘没空搞破坏 你说什么 王爷放心 我一定会乖乖地配合您去小三 没想到这个路子君的脸 居然长得还挺好看 显着是霸道总裁和小鲜肉结合吧 可惜啊 你最好有自知之明 否则 后果你承担不起 王爷 夜已经很深了 你要是不想回去呢 就进来坐坐 本王懒得多看你一眼 那张脸倒是长得一模狗样的 可惜说话太容易倒背了 男娘 你不是很暗王爷吗 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 还让他走呢 那是以前 自从我落水后 我已经想通了 男人没一个口 我还是搞事 这一天太折腾了吧 男娘 搞事业是什么呀 没什么 想让你放心 以后我一定不会让人家气负 男娘 你对奴婢太好了 恭喜王爷 贺喜王爷 男娘 你的脸 怎么了 你脸上的毒素 全部没了 你是怎么办到的呀 你现在好美啊 看来这青花菜 真是姐姐的的神样 这才一个晚上 鸣儿 如果以后有人问起 我的脸是怎么回事 你就说我脸上涂了些药 脸就好 不对和她的脸结果 是谁娘娘 谢谢你 母爷 静儿 我男人要去二婚了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她弄点惊喜去 可是娘娘 昨天王爷说过 我让出去的呀 哎呀 堂堂陆王娶亲 我这个陆王妃不过去的话 不是太不给二方面子了 走 就穿这件吧 对了 锦儿 帮我准备一套粉色的婚服 粉色的婚服 哎 娘娘 你的面纱 奶娘 奶娘 我去哪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新娘子来了 果然是郎才与帮帮帮 天赞与生的一个家人 那我妈姨真是很生气啊 是啊 是 即时到 请新郎新娘拜堂 睡觉 谁家鸟家 吹咬 今天马步还没有找 丽王妃驾到 他怎么来了 无数种气费跑出来干什么 这烧灰气 糟了 还不让开 你来干什么 王爷 国有规定丈夫纳妾 妾是要向正式敬茶 得到正式的认可方门为妾 你今日要娶司徒姑娘 我作为王府的主母 若是不来喝她这杯茶 恐怕这些民众们 都不会承认这一桩婚事 和陆王妃胆子也太大了 居然敢在陆王的婚礼上 和她叫板 好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待着 当根木头变客 多谢王爷 还有 妾室的嫁衣不能穿正红色 我让锦儿特意为司徒姑娘 选了一套粉红色的嫁衣 锦儿 娘娘让你换上 你便换上 姐姐你 本能让柔儿给你敬茶 已是极限 你别得寸进尺 王爷 这可不是我在故意调难妹妹 自古就有规定 小妾不能穿大红衣裳拜堂 竟然必须走错了 就算皇上和其他王爷 都是如此 难道王爷要公然违背国之理智呢 你别过分 王爷 就听姐姐的吧 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 我穿什么衣服和你拜堂 我都可以 这个唐妃真是漂亮啊 一个丑八卦 分明是嫉妒王娶心爱的你 就是 明明丑了不敢见人 还敢跑出来招摇 人家司徒有可能第一美人 她个丑女连跟她提鞋都不配 我作为陆王府的正妃 王爷娶妾室 如果妾室不能给我建领的话 那不是变相的证明 她没有得到皇家的认可吗 我是当今皇上钦点的陆王妃 遵从老祖宗的礼制 让妾室给正妃建领 也是当今皇上的指引 你们这样纵容王爷和司徒柔不守规矩 岂不是与皇上作对 柔娘娘到 对 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请娘娘上来 姐姐请喝茶 你还没给我下跪呢 你找死 王爷 姐姐说得对 我作为妾 是应该向姐姐下跪敬茶的 姐姐请喝茶 下你实相 这么烫的水 瘦儿不是 你要烫死我吗 瘦儿没事 看看姐姐又没有受伤吧 茗玉 看你吃不够了 对不起啊妹妹 给你烫伤了呢 没关系姐姐 不好意思姐姐 我不是故意的 不可能 她脸上明明有一块黑白 怎么一转眼就没了 对 王妃原来是个大美人 床文不是说明家大小姐是丑骂怪吗 难道床文是假的 你人家水衣那么毒 说不定人家把她的脸织好 不可能 她脸上的毒可是我亲自下的 你们都看到了 我什么都没做 切你的目的拿到了 还不快滚回去 刚传越来就这么刺激的吧 这个司徒肉 啊 娘娘你的手怎么了 真是绿茶本茶 没想到拜堂的时候 还要摆我一套 绿茶 娘娘想喝茶吗 绿色的茶 没事没事 你先下去吧 这一天 要是有我自己研制的烫伤药就好了 这一天 这个实验室原来是我想要什么就出现什么 人生不开挂 走 这个主角 王爷 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 今天让我那么难堪 若儿 你放心 有本王在 他不敢再欺负你 对了 王爷 姐姐她是嫁进来就这么好看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过了一晚上 他脸上的疤痕就没了 没这儿 但明天 本王会亲自问他一番就行了 明知道本王要去若儿 几个社交 既然这么不自首 本王竟然就成全 若儿 昨晚 明月给本王下了药 什么 一时没找到解药 所以 王爷你碰了他 是他设计了本王 没事 你们是夫妻 你和他远房也是应该的 小伯 若儿 本王答应你 尽自一自 可能是我太爱你 不愿意让你碰其他的女人 王丽 书下在 派人去把明月叫过来 本王和夫人需要她伺候 是 王爷 左眼跳蚕 右眼 王爷 万万不可 姐姐她是王妃 怎么能让她伺候我们呢 在本王眼里 他连一个丫鬟都不如 他只配做这种事 什么 让我去伺候王爷和小妾睡觉 是的 娘娘 你还是赶紧去吧 去晚了 老奴怕王爷败罪于我 我堂堂陆王府王妃 又不是他们的通房丫头 我才不去 抱歉 娘娘 王爷今天说了 以后这个家的主母是司徒夫人 以后涨家权的是她 不是你 不是 娘娘 你今天惹了司徒夫人 夫人心情不好 奴才 严谨于此 娘娘好自为之 等一下 巧了 你刚刚也惹我不开心了 现在就告诉你什么叫好自为之 跪下 我凭什么跪 这个王府 只有王爷有资格可以处置我们 行 你不跪是吧 好 你不跪那本王妃就不去 如果王爷问起来 我就说是你惹恼了我 我才不愿意去的 我看你担不担得接这个责任 行 老奴跪 还请娘娘赶紧去 锦儿 娘娘 我没回来 你不准起 锦儿 看着她 是的 娘娘 锦儿 去给我拿几根旗子过来 娘娘 您要旗子做什么呀 当然是给你们王爷加油啊 啊 娘娘 这东西不能带进去 这可是我特意用来给王爷加油的 她今晚要和新夫人行房 我作为王妃 当然要给他们呐喊之威了 怎么 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 你当然有这个权利 只是 如果你不让我带她进去的话 那我也不进去了 一点气氛也没有 赶紧滚起来 哎 王爷我在 是我 我进来了 你就在问 如果本王和夫人有需要会教你 什么门都没有 王爷 姐姐就在外面呢 我们这又不太好吧 锦儿没事 王爷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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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换个姿势 再来一次 怎么还是没动情 不会是害羞了吧 王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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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你找死 王爷我是在给你们家 莫莉 书下在 不用不用 我一个人足够了 把这个放你来带下去 重点诚挚 王爷你这种情况下把我叫过来 不就是为了让我给你当后援团的吗 死到临头汉小兵 把他拖出去 重大二十大兵 我偏后 走 走就走 死临头汉小兵 王爷别带姐姐好不好 姐姐也挺可怜的 你别听她说我 贝王要亲自接触她 最后来我们打顿她的双腿 可是我们还没有 锦儿 贝王姐也没有陷阱 改天吧 王妃得罪了 王妃我记住你了 倒了 王妃 一会儿我等你的魂水血 至少让你少受点罪 王妃 他死了吗 回王爷 王妃已经昏迷了 偷回飞一个 生死有命 不用救太医马 他不配 任何生死自命 是 可惜你偏偏是宰相准 娘娘 娘 你醒了 我怎么在这里 昨天是莫氏尾 把你送回来的 莫氏尾 不管了 饿死了 先去找点东西吃 王妃走晚了一次 恐怕是凶多吉少 你可别一乱说话 小明不醒药了 发生什么事了 昨夜娘娘 您昏睡的时候 有人来刺杀王妃 结果王爷中箭了 现在太医 再给王爷看病 听说生事很严重 走 咱们过去看看 娘娘 王爷给您下了禁足令 您可不能再惹祸了 不能出这飞跃阁 走 先扶我过去看看吧 太医 请问现在王爷如何 王爷他 还有救吗 老夫已经尽力了 他体内的箭头拔不出来 就是华托在世 也救不活 恐怕撑不过今晚 王太爷 你是宫中的名义 你试一下 说不定能救呢 我可以救他 让我试试 你 王妃 这个时候求你别说笑了 你不让我一试 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不用了 王爷受不起您的口 王妃娘娘 你一见女流之辈 你怎么帮他治病 王爷脉想微弱 老夫已经断定了 那活不过今晚 你又不是大夫 你怎么帮他治病 我说这位太医 医术呢 我虽然略懂了 但是这怕足够了 王妃请不要拿王爷的命 开玩笑 我 陆王妃莫再说笑了 诗人都说你有异想症 你不会是犯病了吧 哈哈哈哈 我说你一个堂堂太医 居然飘成这样 怪不得医术那么差 连个剑伤都知道 陆王妃 你别污蔑人 老夫已经断定王爷活不过今晚 你是在怀疑老夫的医术吗 王妃 这里不需要你 请你离开 白人 我真的可以 放开我 放开我 莫侍卫 老夫告辞了 刚下人来报 王妃和太医起了争执 什么 干污了王爷的伤势 他负责得起吗 我们走 娘娘 你要请进去去救王爷 等一下我从后院溜进王爷的房间 你在正门外面盯着 如果有人要进来 你就大声的喊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替我拖延时间 不过娘娘真的能治王爷的病吗 你忘了身上的鞭伤怎么好的 相信我 虽然他优秀了 但毕竟也是明月的夫君 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 不管了 还是先救人要紧 就是他了 いる人 为什么 你怎么这么犯色 没错 没错 对 来 我 少儿 是你吗 少儿 对对对 是你的 少儿 闭嘴 如果你 别走 少儿 少儿不要走 别走 别走 少儿 再不闭嘴的话 你的儒儿就要走了 接个蝴蝶结伴 还挺好看 收拾收拾 准备走喽 姐姐 你要被王爷做什么 你不要走 没有 行刺王爷 罪无可恕 白礼 少儿 别走 少儿 少儿 把它压下去 是 听后发落 哎 为什么是我 走 走就走了 少儿 王爷 柔儿在这儿 您终于醒了 吓死柔儿了 本王就知道 是你把本王从鬼门关 拉回来的 只要你没事 柔儿愿意以一命换一命 送回 迷惑 娘娘 王妃已经在柴房 饿了两天了 饿晕的狗 才不会咬人 这样怕是 怕是会出人命啊 那我们去给姐姐送点吃的吧 嗯 呀 姐姐 王爷怎么能这样对姐姐 真是太可怜了 我这样你不是应该很开心吗 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 柔儿担心姐姐劳累了一天 特地让小厨做了点吃的 快尝尝 既然要我吃饭 为什么不给我筷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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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功不可没 请王爷责罚 属下失职 让王爷多次深陷险境 哎 起来说话 此话怎讲 王爷不值 您重见当天 王妃 想对你不利 还好被司徒娘娘当场阻止 还有确实 她在哪 柴房 走 王爷 白离 送夫人回去休息 是 你好大的胆子 我今天就好好就训就训你 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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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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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离 王爷怎么还不回来啊 娘娘放心 王爷会给您主持公道 这尽头是 来人 把王妃带回进宫休息 我自己会走 王爷 柔儿帮您换药吧 哼 这是谁打的结啊 这么丑 哼 哼儿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没什么 哼儿 本王发了 行 王爷 哎 你们在王爷呢 王爷最近正式繁忙 属下不知 什么东西 娘娘 王爷呢 奴才不知 你去废物 王爷在哪 奴婢不知道 王爷 司徒娘娘 今日 有点 看来还是太子 才让柔儿 失了本性 是时候 该送他回司徒府了 是 王爷 王爷怎么还不到 王爷马上等 王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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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柔儿这是怎么了 嗯 嗯 柔儿不中用 让王爷担心了 哎 嗯 既然娘娘身体不适 白礼 在 送娘娘回司徒府 好好静 是 王爷柔儿没事 不要坐柔儿回司徒府 嫂儿 本王希望你 还是原来我认识的那个 白礼 在 送娘娘回司徒府 好好静 诺 王爷 王妃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这 我这不明显吗 离家出走啊 离家出走 对啊 为什么 我在这儿要什么都没有 我还留在这儿干嘛 过年吗 那王妃想要什么 我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首先王府以后得听我的 然后这一块的绿化得改一改 要不然 可能了 还有还有就是我房间 我房间的装修也不行 太古咯巴唧的了 给我换成欧式风的那种 可以 这样也行啊 那我要他 他不行 为什么就他不行啊 因为墨水是本王的人 你们俩 好无聊啊 我也是 你看我空有一身本领 但是在古代完全没有我发挥的余地啊 小姐 我得想想办法 不能就这样天天待着 小姐你要干什么呀 不如我们去找墨侍卫吧 啊 找他干嘛呀 找他学点武艺傍身 好处就闯到江湖呀 出王府 小姐你想出王府 走 小姐给我更衣 啊 小姐等等我 古代的生活也太无聊了 又没有WiFi也没有空调 还不能看剧 哎 莫侍卫 娘娘 我最近准备出去闯荡江湖 你教我几招方方身呗 我 不可不可 哎呀 都是一家人 都住在一会儿了 就教我几招 最好是那种帅气的 最好还能简单一点的那种 那好吧 既然王妃对武术那么感兴趣 那本王亲自示范给你看 哼 真扫兴 墨水 本王与你也好就没有切磋了 你 这 比武 好好好 快点 墨水 谁就没练 本王看看你生疏了没 一 二 三 开始 啊 右边 左边 对对对 转头 打呀 哎呀 小吹呀 我这位好身手 不用承认了 不能打还逞强 你 啊 别动 哎 好了 所以您是 真的是 当然是我 我好心去救你 轮回 柴房 塞兽犯人车鞭子 再让父母杀 这个人比你这么快 我也太惨了吧 怕什么 身体不错 来吧 这小子 还挺力道的 娘娘 请娘娘去帮王爷看看吧 王爷的伤口又裂开了 又裂开了 是的 娘娘 嗯 麻烦您去看看吧 古人就是嘛 啊 走走走走 哪裂了呀 嗯 这个呢 治疗内伤 风湿古病啊 这些的 这个呢 是专门治胃病啊 胃灼伤啊 什么胃偶透之类的 别揍你啊 然后 最后一个厉害了 你应该用得到 这个是专门治 就是 你懂的你懂的 各种花柳 花柳病 花柳 黄飞为何随便携带这种药 我 出来混吧 总得带得齐全一点 但既有年 本文可要检查检查 石头剪刀布 快点 赶紧的 拖就拖 我还怕你 再来 石头剪刀布 哇 哎 这个腰带可不能算了 给偷这件 你 说不起门 赶紧的呀 不过是看这回 日复日往 穿出 再来 石头剪刀布 别急 你们家娘娘 喝的可多了 我们家网友也不差 倒是不由你们 小姐好受 你又输了 我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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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菲 你这么设计本王 是不是对我图谋不轨 我没有 怎么可能 你这是强强迷女 强强迷女 本王从来都是明目张胆 徒留去到想 我所人没 醉似相似断人潮 老眼都黑 尽到夜里黑淡 住的遗憾 长苦人 一切我把声音的满航泪 直到巨星不眉 也都流水 怎么回事啊 王妃 明明是她先拿大小人 王妃是她先把我的厌制成分都打破了 我不听 我都已经道过 道歉 如果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什么 警察 警察 是什么呀 莫菲 王妃最近在忙什么 回王爷 王妃最近把内府打理得津津有条 下人们都说 王妃娘娘是明察秋毫的一代英豪 哦 是吗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过去看一看 嗯 好的 判决如下 罚你给她那群套的化妆品 一定要最新款的哟 明察秋毫 我看是家门不幸吧 这都是奴策们的评价 罢了 随她去吧 来的时候是从这里来的 回去是不是也能从这里回去啊 莫菲 我会被喝想开了 我就是想太开了 所以我现在想回家 这里不是人家 对 咱们私奔吧 私奔 我在这里就你这么个给命 当然要带你一起走了 王妃 上次刺杀 有一人嫌疑重大 不知 是莫菲 对了 这儿出门可不能缺了她 就这么走了吗 好歹也消失一场 还是就到个别吧 还是不了 该都来了 还是去吧 我们是否对莫菲 竟急宰杀 莫菲 莫菲跟了你这么久 你怎么忍心啊 你为何如此信她 我 我 反正我就信她 那我们就打个赌 赌什么 若我赢了 你别对我一心一意 我一定护你一时安全 那如果你输了呢 交代给你们的事情 去帮 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和现在的我将如愁而过 没有事了 他死了吗 那个茗玉 我死了 你为什么杀了他 不听话的口 我杀了他 你可曾欢喜 能取而代之 甚是欢喜